没有内疚感的贼 你说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我用了一点小手段 把他变成了我的男朋友 对不对 觉得我偷了 这就是我的 我不来的话 你跟你男朋友也会分手的 这样的贼是一定会遭报应 这个被涂雷老师说是贼的女人叫荣若 发生了什么事 会让涂雷老师对一个女人用报应这个词呢 站在对面的是荣若的男友小圆 两人是从一次旅游交易会上认识的 荣若看见小圆体贴帅气 内心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知道她有女朋友 所以说我一直把她当成哥哥一样 然后她也把我当成妹妹 知道小圆有女朋友后 荣若并没有放弃 而是先尾身当别人的妹妹 然后再慢慢的渗入 自从认了小圆当哥哥以后 不管大事小事 荣若都找她来帮忙 制造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对她挺好的 她下巴呀 我都主动给她打电话 早上我也主动问候她 吃饭呀 注意身体呀 这一些等等一切 你用了多长的时间 把你这位哥哥变成了情哥哥 让她跟她的女朋友分了手 两三个月吧也就 手段够可以的了 说起手段 荣若直接否认 在她心里 自己喜欢的东西和人 就应该主动去争取 主持人又问小圆 她的这些手段 就让你离开女友了吗 原来小圆认荣荣当妹妹的事 她对女友并没有隐瞒 我跟我女朋友也说过 我认了这么一个挺单纯的 这么一个妹妹 我女朋友当初没多想 有一次荣若约小圆出去吃饭 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可是等小圆回到家后 荣若就给她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的钥匙不见了 看有没有在小圆这里 这一听就是在用心击耍手段 明明知道人家女友在家 还询问钥匙的事 明显就是想让人家小两口吵架 小圆找了半天才在自己身上 找到荣若的钥匙 她也很纳闷为什么钥匙会在自己身上 之后我那女朋友就说 这个女孩挺有心计的 你别跟她靠得太近 因为那时候我女朋友也挺强势的吧 完了就是很命令式的跟我说 我那时候也挺不满的 就跟她吵起来了 自从钥匙事件发生以后 小圆与女友就经常吵架 再好的感情 也经不住这样的心机女插足 没过多久 小圆的女友就选择了分手 离开了 荣若一听男友说起以前的事 情绪就非常的激动 那既然两人从兄妹走成了情侣 而且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小圆又为什么一定要和荣若分手呢 原来两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荣若一直都在监视着男友 有一次小圆在公司加班 没有看到女友发来的短信 谁知道荣若的电话马上就到了 你在干嘛呢 你在哪呢 你跟谁在一起 我说我加班 她也不理我 就一直说 我索性我就说 我挂了 面对女友无理取闹的性格 小圆也懒得解释 同事们都在加班 自己总不能一直打电话吧 结果挂了电话后 更严重的事情还在等着的 等到我下了班 回来的时候一看手机 53个未接来电 54个电话让小圆胆战心惊 女友简直太疯狂了 小圆连忙赶回家 就看见荣荣在乎 本想过去解释一下加班的事 也安慰一下女友波动的心 可让小圆万万没想到的是 女友竟然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 自从这次事情之后 凡是小圆跟朋友 同事一起吃饭 女友都会打来电话询问 你在哪呢 你干嘛呢 甚至说吃饭的时候 她能过来 我就担心她怕旁边有女生啊 有个疯狂的女友 小圆真是崩溃 有一次与客户谈生意 荣荣打来电话询问 小圆简单应付了几句 谁知女友竟然让自己 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着电话大喊 宝贝 我爱你 直接把小圆搞得郁闷 小圆刚提起前女友的事 荣荣就激动不已 对你那么好 你又提她 是不是 你看你今天在这 你也提她 现在不是说事吗 你放不了她 你俩就能救救复人 荣荣的性格太过于强势 在舞台上根根不让小圆说话 其实 小圆就是想起了前女友的生日 觉得自己过去对前女友挺会救的 只是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你今天是发生日快乐 你明天发什么 明天发发 因为短信的事 两人闹得非常不愉快 小圆内心特别的狂躁 她只想清静几天 于是来到朋友家 脚还没有站稳 朋友就收到荣荣的一条短信 她发短信骂我 说我这个混蛋 说我忘恩负义 小圆特别的纳闷 自己到这个朋友家 谁都没有告诉 女友怎么会知道呢 难道荣荣跟踪自己吗 小圆马上回家质问女友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哪 她说我把你239个人的联系人 全都给复制下来了 我已经群发了 这句群发直接把小圆给干愣了 这200多位联系人里面 包括自己的领导 同事 父母 所有人收到短信后 都纷纷打来电话追问 他们都给我打电话 甚至那时候给我打电话 说我招惹谁了 我冲动就群发了一条短信 你冲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立场啊 你知道这样让对我影响有多大吗 我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能发吗 我那么爱你 我能发吗 我一切都为你着想 你知不知道 小圆这次来到现场 坚决要跟荣荣分手 她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 每天活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闹得身边 所有人都看自己的笑话 说起分手 荣荣特别的激动 把小圆所有的衣服 都用剪子剪碎了 因为我要跟她分手 我拎着行李 准备走 她 直接 看着看着 全给我剪了 我还给你留了一两件的 没全剪 是 我穿着的衣服 别说了 你给我剪了 我就剩裸奔的份了 听到男友 坚决要和自己分手的荣荣 亦是根本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在他心里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爱小圆 因为爱他 才会失去理智 我就是爱他 真的老师 你们帮我留住的行吗 行 我们帮你帮你帮你 姑娘 你知道 做过小偷的人 这辈子怕什么吗 最怕的就是被偷 而且小偷还分两种 一种 是心怀愧疚的小偷 而很可惜 你属于另外一种 没有内疚感的贼 你说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他会有什么样的报应 我不是偷 你不是偷是什么 他当时跟他分了 然后我俩才在一起的 我俩又不是说 地下情什么的 你在VCR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用了一点小手段 把他变成了我的男朋友 那我对他好也算手段 对不对 我对他好也算手段 你还在这种变迹 我本来不想说你 觉得我偷了 这就是我的 我不来的话 你跟你男朋友 也会分手的 这样的贼 是一定会遭报应 还有你 你说偷就被偷过来了 偷过来了之后 对你百般的凌辱和监视 你也无法耐达 别说的老师都冤我 我们今天说这些东西 是为了帮助你 你以为我说你 我过瘾了是吧 偷了别人的东西 至少要得有愧疚 做人要将心抵心 你的幸福 是以别人一个女人的痛苦为代价 所以一方面 你要对别人心存愧疚 另外一方面 你就要好好珍惜自己 来之不易的东西 还有你 自己还得有点自己 做自己的主见吗 如果你们俩想获得更大的幸福 就请你们一条心 一条心 虽然对方过去都不那么光荣 但至少走在一起了 至少要彼此暂时的信任 知道了 听了图雷老师的好言相劝 隆隆仿佛听懂了 嘴里一直在喊知道了 主持人也在劝诫荣隆 不要去碰触一个男人的底线 生活是有底线的 只要你出去他底线的时候 他当然会这样 你的底线何在 你的底线何在 都别着急 当初你追他的时候的那份自信 这个自信现在去哪了呢 因为荣隆的情绪失控 两人表白的两分钟时间里 他一直都在苦苦哀求男友 不要离开自己 不管荣隆真的像他所说的会改 还是小元一直下不了狠心离开 最终都需要他们自己做选择 因为荣隆的坚持等待 主持人并没有让他回归转门 现在就看小元到底会如何选择了 最终小元还是没很下心离开 他选择原谅了中国 看视频的您 又对他们的故事有何见解呢 欢迎关注小波罗 评论留下您的观点 我们下期再会